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今天玩了一把这个牌位运运运气啊 然后好像这边是那个露娜好像是掉线 看开始选英雄的时候掉线 所以说就两个英雄两个 两个滑子两个射手 是一个刺客一个射手 所以说这局打的不是很爽 开局打的不是很爽 然后我们看这边 这边是长血友 然后看到对面的那个元哥 没有多少血友准备去秒他 但是这时候露娜呆呆的看到我去秒他 之后他也冲进去 这时候他如果不冲的话还没事冲进去 然后之后又被阿克给击杀 我们两个也是好尴尬啊 前期的话我们是打的非常惨 然后说上路打不过 然后下路也打不过 后面被他虐得很惨 这到后期开始发飙了 因为鱼姬到后期的话 还是比较好用的 主要是他的那个二技能 现在可以直接试换完之后 就有一个被动 这个打起来的话 那结构就非常快 因为没刷的一下就解决了 我们比如说 现在看我的死亡次数 死亡次数也是死了很多次了 所以说 因为实在是受不了 这种一直被人玩虐的感觉 就冲上去了 这个阿克还想来虐我 然后突然在塔下 把他强杀 强杀之后 一个一技能飙过去 那个被发生姜子 直接是残血了 我们要杀 这边又来 这个是一个圆哥 想跑一个大招 刷了一下打死了 对啊 然后接着就继续把鱼姬冲 然后这个女娲冲一个大招冲过来 三技能冲过来 又直接被秒掉 这时候 是啊非常猛 又来一个阿克 再来一个大招 翻过我们一下 又解决 可见 这个露娜 这个鱼姬啊 一技在后期发飙起来的话 也是非常猛的 打着打着一个二技能 就把人给定住 在这边 你看看 直接跟他对抗 虽然是已经把这个阿克解决 但是他们人太多 要不然 还能再殲置一下 我这边出了个气血之论 我这边是一技能 一技能打歪了 阿克刚好走出去 打到他 然后他还出我们的小虫口 自己被我秒掉了 这也是算他运气倒霉 最后 最后 好像被我们反败为胜了 这一局打的还是挺惨 前面是打的挺辛苦 后面 后面直接把他们 是吧 后面还打到了 鱼姬还是非常推荐 大家使用的一个射手 那我们下次再见